第214集 宋老头把糖块放在柜台上 又找了两张拖拉机 我把钱和糖块装进了兜里 然后拿着三瓶蓝铃二曲 先给我师父送了一瓶 又给麻子大爷一瓶 最后一瓶留给了我爹 我拿着二曲高高兴兴地回家 到了家里 我就高举着手里的酒 对我爹说 爹 爹 我给您买了酒 我娘听见我的声音赶紧地出来 问我哪里来的酒 我说是乡长给我钱买的 接着我简单地说了一下 我娘一听笑着说 我儿子有出息能挣钱了 你爹正愁着酒瓶里的酒喝干净了 没有人给他打酒呢 我听到这里立马来的精神 拿着二曲酒高高兴兴地走到我爹的跟前 对我爹说 爹 给您来零二曲 我自己挣钱给您买的 我爹一听高兴地说 行啊 我儿子能挣钱买酒给老子喝了 算我没白疼你 说着 用牙咬开酒瓶盖 先倒了一杯酒 那时候的二曲确实好 虽然没有现在的高兑技术 但那酒味纯香 比起酒坛子里的散酒不知要强多少 我找了一张椅子坐在饭桌前 准备吃点我爹的花生米酒窑 忽然想起没有见大黑 我就问我爹说 爹 大黑哪里去了 我爹摇摇头说 我哪里知道啊 在食堂里打了一天快时才回来 没有注意大黑 去问你娘去 我听到这里赶紧地起身 走到我娘的身边 问我娘大黑去了哪里 我娘说 大黑跟着你的洋车子出去了 他出去之后啊 就没有再回来 我以为大黑和你在一起呢 大黑没有和我在一起 他 他不见了 我 我得去找大黑 你这个孩子 就是脾气急 大黑又不是一般的狗 一定不会有事的 别担心大黑了 赶紧吃饭去 明天呢 大黑就会回来的 我娘这么一说呀 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就准备坐下吃饭 这时韩哈忽然用两只眼睛盯着我的裤兜 然后伸出小手 这小丫头的眼神就是好 她发现了我的糖块 我只好把糖块乖乖地交出来 吃过饭呢 我给父母说了一些要进冷水洞 给大黄报仇的事情 我娘一听直接不让去了 说那里威胁 而我爹却说 小男孩就得锻炼了一下 这样长大了才会有出息 还说要和我一起去 让我娘找冬天的棉衣 我娘只好给我们找衣服了 大热天的找棉衣 可不是那么容易好找的 因为过了五月五之后 棉衣就会拆了 等到八月后再缝好冬天穿 找来找去 只找了一些衬衫和衬裤 可一些厚的衣服 还顺便给我找了一件毛衣 那时候的毛衣都是手工的 我那件红毛衣啊 还是一个大姑娘给织的 我娘给找衣服 而我爹则在那里裹到她的羊炮 准备好打羊炮的沙子火药 等收拾好了 天已经不早了 我爹让我去睡觉 一觉没有睡好啊 因为我梦见大黑了 在梦中我看见大黑的影子 就跟在后面追大黑呢 可无论怎么追 大黑都和我相隔一段路 我追着追着 就喊着大黑的名字急哭了 这一哭就醒过来了 睁眼一看 天亮才知道刚才是做梦 我起来之后就在家里寻找大黑 可大黑没有回来 吃饭的时候 我爹看我情绪不高 就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把想大黑 担心大黑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爹听完之后 对我说不用去 我去了也报不了大黄的仇了 我质问我爹为什么 我爹说 咱们去对付尸妖 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必须集中精神 全力以赴 可你这三心二意的 根本集中不了精神 去了也是白搭 你呀 要是想给大黄报仇的话 必须放下自己心里的杂念 我爹把我说了一顿 让我放弃杂念 不要想乱七八糟的东西 否则的话呀 关心则乱 进去不但给大黄报不了仇 还可能把自己给搭进去 我爹教育了我一番 就让我使劲地吃饭 我把煎饼猛地往嘴里塞 一直吃得饱饱的 吃好了饭 我爹用化妃带子背着衣服 扛着羊炮就朝门外走 我爹这么一弄 活像个要饭的 就差手里拿俩晚叉 唱花像要饭了 我看我爹出了门 我也跟着走出去 临出门的时候 我娘千叮宁万嘱咐 让我们爷俩小心 我不住地点头 走在大街上 一个邻居和我爹打招呼 说 三哥 你们爷俩 这也是去哪啊 是不是在家混不下去啊 出去要饭糊口 我笑着说 说 我们去干大事 不是去要饭 我爹听了之后 笑着说 嘿 小冬啊 咱们就是去要饭 这个不丢人 接着对邻居说 兄弟啊 我们确实去要饭 到大城市里要 就到傻大个儿混的那个城市 听说底下都铺着钱呢 傻大个儿现在成了狡猾头子 让我去他的底盘要饭 你看我们背着化飞袋子就是为了往化飞袋子里装钱 不说了啊 得赶紧去赶车了 这几句话把邻居哄得一愣一愣的 瞪着眼睛睁着嘴 眼睛看着我们的化飞袋子 好像我们化飞袋子里装满钱似的 我们看邻居的样子 强忍着笑赶紧走了 我们走了十几步 邻居才反应过来 对我爹说 哥 你去要饭捡钱 发财了 记得喊我一起啊 我忍不住小书声来 一边笑一边说 说 你放心吧 我爹发财了一定喊着您 说完 我们爷俩一直笑到黄花馆 我们吃饭吃得早 老槐树下没有人乘凉 这样一来 也少了一些关注 到了黄花馆里 看到师父和麻子大爷 已经在等我们了 我们进去之后说了几句话 还没有来得及坐下 外边就传来了车喇了声 是王乡长的司机来接我们 师父听见车喇叭之后 就把他的伏魔袋挂在了我的脖子上 然后去收拾东西 这次伏魔袋里 装了许多瓶瓶罐罐的东西 不用说 这些都是对付尸妖的法器 不过这回 没有盐和糯米 师父说那尸妖有智慧 这三十年来肯定苦修师叔 盐和糯米对付他 已经没有什么大用了 师父把伏魔袋给我之后 背起一个蓝布口袋 和七星降魔剑 麻子大爷则背着画飞袋子 我们出了黄花馆的大门 到了门口一看 那辆绿色的吉普车 就停在老槐树下 我们一出来 司机就和我们打招呼 我们坐上车之后 司机发动车子 朝着李叔的村子而去 坐车比骑自行车快 吉普车飞驰着 很快就到了李叔家 到那里一看 除了王乡长 李叔和赵三之外 还有三个公安 其中一个我认识 就是那个李公安 我们进去之后 王乡长就和我们 介绍三个公安 那两个公安呢 一个姓张 一个姓傅 介绍完了之后 王乡长说自己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 不能和我们一起 对付誓要了 让李公安领着两个人 和我们一起行动 师父提出 一起去可以 但是必须听他的吩咐 王乡长当时要三个人表态 三个人只好点头答应 说了一会儿话 王乡长看了下手表 就说时间急 必须到县里开会了 然后急匆匆地坐车走 王乡长走了之后 李公安和麻子大爷 寒暄了几句 感慨当年的长毛僵尸 李公安还特意问了下 我的情况 这一问 才知道我们早就见了面了 只是他不认识我 我们商议了一下 进冷水泉具体怎么办 首先就得有照明工具 这个昨天让李叔准备了 那些照明工具 五把手电 都是三节的电池 这样的手电 电池持久 而且亮度大 除了手电筒 还准备了十几根火把 虽然火把的灵活度不如手电 但火把照的范围大 李叔和赵三 先把火把绑在身上 留着进洞后备用 收拾了一下 我们就准备上山了 几个公安用的都是背包 比起我们的化肥袋子 要强不知多少倍 我们一行几个人出去之后 发现大街上站满了人 那些人表情严肃 眼睛看着我 看得我浑身难受 这个像是送别 我心里顿时有一种悲怆的感觉